好我看一下徹底喔 他告訴我P點告訴我Q點 求線段PQ是垂直平分面 怎麼說 換句話說注意聽這邊一個點叫P點 他坐標是213 好這邊也點叫Q點他坐標是455 把線段AB連起來 之後我要是找到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有什麼特徵 會垂直這個線段PQ有沒有看到 而且一刀劃下去的時候 會把這線段PQ把結案分一半下來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注意聽我去畫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有什麼特徵 他一刀劃下去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他會把結案一刀劃下去的時候 他會把這線他會垂直線段PQ 而且會把這線段PQ分成一半 可見這個點會是什麼點 終點講行不行 可不可以好那怎麼算 來我一再強調 我今天要求這個平面翻程式對不對 所以再強調求平面翻程式 我最在乎是什麼 法線量 法線量會和這個平面怎樣 垂直嘛 這個PQ是告訴垂直 所以說第一件事情 我先求法線量 法線量基本上會平行下量多少 PQ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麻煩這時候把 Q-P好不好 4-2 2 5-1 4 5-3 2 好我們把他提出2好不好 變成1 2 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 是可以知道 我法線量 對吧可以寫成1 2 1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平面可以直接寫成 S加2Y加力等於數數數出來了 這時候再把數給算算怎麼算 麻煩你去把這個終點坐標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線段PQ 之終點坐標是幾 麻煩你去把這個M點坐標倒加 把這兩個相加除以2 相加6除以2 3 對吧 相加6除以2 3 對吧 3加8除以2 4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把線段PQ終點帶入 這樣行不行 帶下去老師可以知道 把S用三代 我用三代 3加6 9 加4 13 所以說算出來 諸就等於幾 13 寫答案 S加2Y加力 等於幾 13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把解案 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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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